4月23日,星期二得道,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大家都知道李家超被YouTube制裁,但原來這個制裁有延伸 因為他恐怕無法在銀行開戶口,捐贈只能收現金 唯一的特首候選人李家超因為名列美國的制裁名單 在前日被Google旗下的YouTube關閉競選頻道 Facebook同樣表明金融任何涉及支付功能的服務 這個制裁令還影響到他的銀行服務 有資深的銀行家人士說,無論外資或中資,只要銀行本身有美元交易便會被波及 相信全香港的銀行無一例外 根據了解,所有被制裁的人士現在連習以為常的銀行服務都做不到 認為銀行都是選擇小心為常 李家超前年成為美國第一批制裁對象 相信他的銀行服務會受影響 有熟悉選舉人士說,不能用銀行服務對競選的影響不大 那個人說是煩的,但不是做不到的 他就說可以直接接受捐贈服務和物資,不需要在錢銀上有往來 在前年年中,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被指損害香港自治 被美國的財政部列為第一批十一個制裁的香港和大陸官員之一 同樣列為名單的特首林甸月娥之後更透露自己其實是沒有銀行戶口的,需要用現金出糧 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提早清還了匯豐銀行的物業案揭貸款 有資深銀行界人士說,美國的制裁令列明禁止為受制裁的人士處理重大交易 雖然金管局指引表明日常服務可以維持運作 不過據我所知就說,銀行都是非常小心的,這些人已經連習以為常的事都做不到 他更指出,即使是中資銀行都選擇重緊配合這個制裁令的 相信香港的銀行無一例外,包括比較細型的雜有和大新銀行 因為沒有銀行不牽涉到美元的交易,而最普遍的就好像買賣同業美債 而一旦涉及美金的就必須在美國計算 為了避免受波及,相信沒有銀行會挺而走險 根據選舉開支最高限額行政長官選舉規例 候選人選舉開支最高限額就是1760萬元 是香港所有選舉中單日候選人的最多 選舉指引就開支及捐贈的部分並無規定收付渠道 即列明申報要求及寄存準確的帳目 任何價值1000元以上的選舉捐贈 候選人需要向捐贈者發出收據 寫明捐贈者的名、地址和這個捐贈詳情 每項500元或以上的支出,申報時需要附上發票和收據 有熟悉選舉人士相信,沒有銀行戶口處理捐贈和開支 並不會影響競選工程 正如選舉指引列明,捐贈包括以底褲形式提供的服務和物資 他舉例就說,選舉用的車和因有競選的口號口罩 捐贈者直接給錢供應上就可以了,根本就不用經手 清楚記下什麼人捐、捐什麼東西、價值多少錢 有單有據就可以了 至於來自市民的小額捐贈就可能要用現金處理了 他就說只要記清楚的帳目,譬如說陳大文給了100元 是手續繁複一點,但不會處理不到的 再用來給下的士錢、飯吃錢等 在去年初被美國加單納入制裁之列的譚耀宗中 拒絕透露競選辦處理選舉經費的具體用途 這解釋就說不想為美國的所謂制裁做宣傳和 但強調處理的途徑很多他們搞得如何 至於可否借用競選辦的成員或其他戶口處理經費 和存放捐款呢?有金融界人士就說 任何人開戶時須向銀行聲明這個目的 當作若非指明作收取選舉經費的用途 便會違反與銀行的訂立合約 這不是刑事犯罪,但銀行有權隨時終止戶口服務 這情況就等於早前宣佈參選的閃國林 用私人戶口接受中籌,這做法被指違規 美國制裁因為李家超YouTube頻道被封 建制陣營再重新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 但其實反制裁法在去年年中一度提上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程 醞釀納納入基本法的附件條例那裏,但最終決定暫緩 對特首選舉其實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根本就是沒得投票 香港人是沒得投票的,更何況這是一人獨戒,他一定是贏眼的? 但有關他所有PK 的事我都非常有興趣 我放牆雙眼看他的銀行戶口被人Bang 下單新聞,這是一個好色色的 港共政府在昨天宣布,由香港時間5月1日凌晨零時起 容許非香港的居民由海外地區入境香港,調整個別航線的熔斷機制 並且將在機場檢測代行中,額外加入快速抗原測試 大航空夜晚回應,將就有關措施逐步恢復更多航班 而他的網頁亦可受額外加開,由香港出發到英國倫敦、澳洲色尼、日本東京等地方航班 非香港居民5月1日起便可由海外入境香港 檢疫安排與香港居民相同,即至少接受7天的酒店檢疫 機場底港檢測,下個月初將加入快速測試 快速測試中,無中招的入境人數後可前往檢疫酒店等候核酸檢測結果 航班熔斷將同日放寬,由現時的3個乘客確診觸發機制 改由至少5個或全機的5%以上乘客確診才動用這個熔斷機制 相關禁飛期亦由7天改為5天 同時,如有3個或以上乘客確診 較上乘客違反防疫規定的來港條例 相關航空公司航班亦被視為違反規定 將會禁飛5天 郭泰航空表示,歡迎港府的調整熔斷機制 及放寬入境防控措施 認為對於香港逐步恢復旅遊活動 及強化香港航空樞樓的航班網絡具積極性作用 郭泰又指出,會逐步恢復更多的航班 大家都經歷了這麼久的晚司禁堂食 大家都沒得吃飯很久了 很多店鋪都相對倒閉 剛剛恢復堂食 很多市民解禁出去找食物 但解禁的第二天晚上 江榮冰室在社交網絡平台Facebook發表文章說 超過五十個黑警衝進來大叫茶牌 由江榮冰室在Facebook的Poll文中看到 歡迎剛臨的門牌裡有很多黑警、抄牌的身影 在Poll文上就這樣寫 Welcome to the whole new world 超過五十個執法人員衝進來大叫茶牌 來江榮吃飯 除了吃飯,最重要是可以感受90年代夜總會茶牌的感覺 今次的貼文,江榮冰室就用非常灰狹的手法 用黃色笑笑笑的圖案做背景 上年12月,江榮冰室在銅鑼灣尖沙咀和旺角的分店 9天之內先後被黑警巡查執法 並一度被罰停晚市 今次再查吧 有網民就這樣說 越來搞,香港人懂得做吧 要大大力懲罰他們,不要讓他們停 明天午餐去吃個江榮冰菜先 接下來就是下一則新聞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現在通脹得很厲害呢? 米又加價,菜又加價,什麼都加價 而第五波疫情重創,香港人健康後 市民終於面臨高通脹,高生活的壓力打擊 政府統計處昨天公佈三月份消費物價指數 一定不可以缺少的基本食物 指數按年上升7.6% 交通通脹指數亦按年上升4.9% 衣服鞋物的開支同樣很貴,按年上升4.3% 即是醫、食、住行全部疫史大升 有經濟學者更加說,隨著全球局勢動盪和疫情的關係 供應鏈受了,油價上漲、運輸和生產成本上升 通脹壓力預料會持續的 香港政府更罕有地警告,短期內 很多主要經濟體的通脹預料會居高不下 導致進口的物品價格勝負更快 剔除政府一次過的紓困措施影響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幅達1.7% 高於1月和2月總共的平均升幅達1.5% 而經過季節升調整後,指數截至3月底的3個月 平均每個月升幅達0.3% 而這個通脹升幅主要是來自基本的食品價格 尤其是新鮮蔬菜價格的升幅擴大所引致 疫情之下,外賣增加了 外出食飯和外賣的消費物價指數 亦按年上升了2.7% 百物騰貴,很多市民覺得很辛苦 何市姐說,新鮮蔬菜和肉類亦分別加了1至2元 每個月需要花費多近200元 盧小姐說,街市買菜價格一天貴一天 很多食材都貴了 而大家天天吃的五公斤莊的泰國香米 最新的售價已比於今年過年前上升近一成 蔬菜的批發價格亦顯示 多種蔬菜價格高期,從3月爆發疫症到現在 並沒有顯著的回落價 中文大學研究人員李兆波表示 整體的通脹按年升幅是預期之內 認為除了食物原料上漲之外 油價亦成為通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為市民在疫情之下減少出去吃飯 多了去街市超市買新鮮食材 令相關需求大大增加 但供應出現短缺,令成本高漲 再加上原油價格處於高位 汽油等車用燃料已比上年加價 令食品、日用品來到香港的運輸成本攤升 並稱交通的4.9%升幅反映了相同的原因 他相信4月的通脹率將會按年升約2% 當中的基本食品亦會與上月相似的升幅 相信與消費券的派發和商戶減少折扣幅度有關 接著是有關武漢肺炎口服藥最新消息 醫管局指,食了這藥死亡率將會降3-4% 香港採救的兩款武漢肺炎口服藥 已是公立醫院指定的診所用了1-2個月 超過27,000個確診者服用 市界醫院和醫生亦獲得分配藥物 醫管局分析數據發現 輝瑞的口服藥可將香港患者死亡率降低4.7% 密沙東口服藥可降低3.5% 醫管局強調這些藥物是非常充足足以應付未來第六波疫情 又透露第一批大概190劑瓦斯利康柱社式的單株抗體藥已到香港 他便將會按腳借指引,避免疫力給有差的人士使用 醫管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的主席曾德賢表示 整合了瑪麗醫院和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數據 根據數據顯示,整合了瑪麗醫院和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數據 將有服用口服藥的病例 與口服藥未來到香港之前 以及沒有給藥物治療的入院病例對比 發現了適合帶沒有服用輝瑞的口服藥5,356個患者 有314人,即有5.9%的人死亡 而有服用輝瑞口服藥的1513人中 只有69人,即1.24%的人死亡 死亡率減少了4.66個百分點 即是,藥效較低的密沙東口服藥 亦能將相關的死亡率由8%減至4.56% 減少了3.44個百分點 他更指出,無論在公立醫院、指定診所和安老院舍 都有大約60-80%武漢肺炎的患者處方口服藥 而未獲處方口服藥的患者之中 大部分因為求診時已超過病發後5天的服用約期 或因為不符合其他用約條件,例如沒有症狀、出現重症等 另有一部分患者因為擔心副作用而拒絕服用 但相關病人只屬於少數 而副作用以腸胃不適、頭痛為主 國際間亦未見有嚴重的副作用病例 他聲稱口服藥制為了輕症、無打針的人士而切 而且藥物對近期的Omicron新變種病毒株亦適合使用 他期望長者和高危人士一旦確診應該盡早求醫 因為用藥愈早,效果愈好 你們信不信逛逛街轉彎便會遇到真愛呢? 幸福是自己爭取回來的 台灣有個男生4月20日在爆費工時 貼出一張非常有鮮氣的長髮女生背影相 當時他拿著手機等巴士 而這個男生便坐在他後面 在便利店裡偷看他 在網上便很急地問 有沒有不尷尬又很禮貌的搭乘方法 我的幸福之旅便靠各位協助開啟這線門 想不到這個鐵紋極速吸引到8000個網民助攻 很多人提供搭乘方法 但當中很多就是搞笑的… 但當中很多就是搞笑為主的生愛貼士 那網民教路便用草物入手 你便應問他 你有沒有養貓? 你不如來我家看貓玩後空飯吧 有人提出一些很老土的問法 他說你不如走去問他吧 小姐請問幸福之路如何走? 另一個網友便這樣說 我是這個超商來回幾百次 只是為了見你而已 另一個網友便說 我感覺到你很面善,好像是我美女 另一個網友便這樣教路 他便說 我感覺到你好眼熟 好像我未來的女朋友 另一個網民周 在他面前衝去被車撞 他應該便會當場協助處理車禍 到時候電話有了,緣分便有了 真是一些生愛貼士來的 但亦有些比較踏實的建議 有網友便教他 你不如買杯咖啡 有些尷尬但有禮貌地對著他笑 然後大膽一些 問他拿直接的聯絡方法 隨時拉的添加好有畫面 再走上前問他 小姐你好,我這裡有一條填充題 不知道你認不認識呢? 大家聽到這裡 原本以為是開玩笑的鐵文 但其實最後劉珠竟然有行動 隔天他發表文章講後續 他便說 感謝昨天廣大的廢友 七千多人的支持 雖然應該是女生背影太漂亮了 大家的情境模擬建議好像不太實用 最後你猜劉珠怎樣做呢? 她最後走過去跟女生說 其實她點完聽錯了做多杯咖啡 不如你喝了她吧 而女生亦接受了她 大家聊了一會兒 說表示願意跟她做朋友 最後還加上9 之後微笑跟她說再見後 就目送她上了巴士 現在她非常緊張 等著對方加她 由於這次劉珠上傳了自己的照片 很多網民都讚她 很多網友都讚她生得很帥 帥哥一定沒問題 帥哥真的好 人醜就變成性騷擾 帥哥就沒有煩惱 祝你一定成功 得手之後 補上一張兩個人正面的合照給我們看 挺有趣 其實挺浪漫 其實我的聽眾 我的男聽眾 如果你在街上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會怎樣認識女生呢? 今天的新聞就這麼多了 如果你有更多事想跟我聊 麻煩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包括你怎樣追兒子 在街上怎樣認識陌生人 今天的新聞就這麼多了 逐來有個愉快的星期六 約朋友吃飯吧大家 明天見 拜拜